蜡新聞152 152 蜡新聞歡迎你收看今天3月7號的蜡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玉寇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今天已經進入了第12天了 即使普丁這位魔頭領導人到處放話 要用全面的核武威脅烏克蘭以及烏克蘭的盟友們 同時他也對佔據的核能發電廠展開了讓各界毛骨悚然的破壞或是攻擊 可是烏克蘭人所展現出來的抗敵的決心 卻在每一天每一天都感動了全球的人士 在Telegram以及在IG上面我們看到了非常多英勇的畫面 其中這個由烏克蘭的官方所公布的影片提到了俄羅斯的佔領者 他們是怎麼死的呢 這是一架直升機活生生的被烏克蘭他們的軍隊的飛彈給擊落下來 這個影片是令人觸目驚心的 但是也看到了烏克蘭人面對俄羅斯強大的軍力呢 仍然不屈服的一種非常堅定的決心 此外呢 在戰車上面有烏克蘭的平民呢 拿著他們的國旗跳到俄羅斯的戰車上去耶 這個畫面也是千真萬確的 在Telegram跟IG上面傳播出去之後呢 也讓全世界支援烏克蘭的力量越來越團結 目前呢 按照澤倫斯基烏克蘭總統他所宣布的 已經有兩萬名呢 烏克蘭的海外的居民呢 回到了國內參與戰爭 同時呢 世界各國也提供了援助 那烏克蘭人裡面呢 有這個一位十一歲的小男童 他一個人呢 是獨自成功的逃亡 這個畫面也感動的各界 但是令人覺得悲苦的是 就在所謂人道走廊呢 這樣的一個說法公佈的時候呢 俄羅斯當局呢 一度呢 他們呢 是毀壞了自己的承諾 使得在人道走廊 也就是馬拉布這個城市裡面 要逃亡的民眾裡面 有一位才一歲半的大男嬰呢 居然就被炸死了 那個畫面 那個母親的悲哀 在很多人的這個眼底之下 就變成了俄羅斯這個可惡的攻擊平民 以及無端造成戰事的國家的 哎 那位領導人普丁的罪行 普丁一定會成為戰爭的戰犯 但是他的下場將會如何呢 現在的俄羅斯全世界的精品名牌 以及信用卡公司 包括美國的運通 以及Master Visa等 都已經截斷了跟俄羅斯做生意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可是偷偷的中國當局 是不是在用人民幣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石油 以及呢在支援他們呢 這兩個邪惡的國家 對於台灣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啟發 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 像這位基辅國家歌劇院的首席舞者 他已經到了前線去作戰 這樣的一波又一波的故事 並不是個案 它是連續型的耶 那就在同時 為什麼烏克蘭人 願意用這樣的勇敢的決心 以及拋頭顱灑熱血的情緒 來為他們的國家來付出呢 當然是因為這位總統 澤倫斯基他個人呢勇敢的擔當起了 要維護烏克蘭的國家尊嚴跟保護國土的 這樣的一個立場 這位最新的消息是 歐美國家在討論 要不要替澤倫斯基設立一個流亡政府 甚至於有人說 澤倫斯基一旦遇害之後 要不要有一個所謂的取代的一個 延續政權的政府 不管怎樣 澤倫斯基不肯接受這些建議 他要占到最後一滴血 最後一個呼吸 而這樣的結果呢 是他的太太也堅持到底 更可惡的是 今天呢 有華盛頓的郵報報道出來說 俄羅斯呢 他們知道澤倫斯基藏在哪裡 但是呢 他會直接避免傷害他 要活捉他 為什麼要活捉他呢 我們今天也為各位進行深入的討論 那麼同時在台灣相對應之下 居然很多的政治人物 開始呼應 俄羅斯中國當局 他們所編派的一個 為什麼攻打侵略烏克蘭 是因為烏克蘭境內有種族滅絕的 這樣的一個事蹟 這個是真的嗎 不管怎樣呢 這種替俄羅斯洗白的這個說詞呢 居然出現在台灣的國會的殿堂裡面的立法委員 這些國民黨籍的委員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一旦戰爭發生的話 這個飛彈會長眼睛嗎 為各位介紹我們今天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來自台中民進黨的市議員陳世凱 侯姐好大家好 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蔡宇宇 侯姐好大家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到的是 社民黨的臺北市議員 是苗伯雅 侯姐好大家好 歡迎自任媒體人陳敏鳳 大家好 謝謝我們今天呢 在國民黨的代表 為各位所請到的是 他所參與的是 國民黨的中正萬華區的市議員的初選 是林冠勳 侯姐好大家好 謝謝最後為各位介紹 是政治評論家汪朗東 侯姐好大家好 好各位觀眾 我們來看那個感人的畫面 這個直升機被擊落 這個影片呢 受到了非常多人的注意 而到底這個影片是怎麼樣 觸目驚心的讓大家發現 這架直升機就是這樣活脫脫的 被飛彈給擊落下來 而這個擊落這架俄羅斯直升機的飛彈 它是波蘭製的飛彈 在這一波的救助烏克蘭的戰役當中呢 波蘭提供了相當程度 其實也是來自二戰之後的蘇聯的武器 也就罷了波蘭人 他們收容了到目前為止 150萬位烏克蘭的難民 停留在波蘭 或者是移到其他的零性國家 像匈牙利等 我們也看到了 除了這些讓烏克蘭人呢 對於敵人的入侵呢 感到振奮的畫面之外呢 也出現在波蘭跟烏克蘭的邊界上 還有鋼琴家 他帶著鋼琴在邊界上面呢 來彈出音符安符這些逃難的難民 甚至於還有所謂的媽媽的娃娃車 排在波蘭的火車站前面 也是希望烏克蘭的這些媽媽帶著孩子逃亡 能夠馬上得到應有的資助跟元首 可是各位有想過嗎 這位直升機的駕駛 這位空軍 他也是俄羅斯的年輕人 或許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來幹嘛 他們的爸爸媽媽們 也不曉得他們的孩子 居然變成了魔鬼的殺人的筷子手 等一下我們要來為各位解釋的 就是這個畫面已經震驚了全世界 要請教朗東的事 最重要的是因為 他的這個駕駛 是最後都沒有生還嘛 然後呢 這架直升機呢 在俄羅斯的直升機 被擊落之後發現 他所使用的武器不是美國製的刺針飛彈 而是波蘭人的所提供的武器 看起來在烏克蘭的戰爭當中 他得到鄰近國家的這種這個支援 是默默地在執行 他們很好護國土的任務囉 沒錯 烏克蘭 既然遇到被入侵的一個狀況 波蘭對他的一個資源展現了在患難當中 非常感人的一個情誼 剛剛我們在影片中晃到這個影片 我們用截圖來給大家看 這台呢是這個俄羅斯的MI24磁路直升機 原本是說的直升機 在整個路面控制上面 具有極大的一個優勢 可是在這次戰爭當中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也改寫了世人對於戰爭的觀念 就是所謂的以小博大 確實而發生了 這一枚冒著煙的這個飛彈飛過去 這個飛彈就把直接把直升機擊毀 因為這個磁路直升機上面裝滿的彈藥 裡面包含了駕駛 副駕駛還有一起爆炸 那當然俄羅斯的這些軍人的話 也是沒辦法生還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 以小博大狀況 一開始大家還以為說 這個是美國的次政飛彈 結果不是 這個是波蘭的飛彈 那閃電飛彈叫Pure Run 那就是在他們波蘭語裡面的話 就是閃電雷電的意思 他在磁源上面是印歐語 有雷神的這個意思 他對於這種低空飛行的飛機 有非常強大的功能 總共射程可以有將近四公里 然後但是他的重量只有十六點五公斤 一直是十六點五公斤 一個成年的這個男性 或是經過訓練的這個女性 都可以一個人躺起這個飛彈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直升機給打下來 這個是在二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由波蘭第一時間 在入侵發生第三天的時候 就提供了給這個烏克蘭 讓他們可以應對俄羅斯的這樣一個戰爭 那所以在五號這影片發出來之後的話 雖然只是一個好像很單純的極弱直升機影片 可是會很振奮人心 他證明了波蘭跟烏克蘭互相援手 然後有機會去對抗俄羅斯 看起來非常先進的一個武器 然後也包括是說 在三月二號的時候 我們提到的是說這個產客車這個影片 戰車在這邊是俄羅斯的戰車 但是這個烏克蘭的這個人民 他是衝到了戰車前面 那戰車是沒有直接對他開火 那但是這些事情是也沒辦法保證 誰也不知道 他是憑著一股對於國家的熱愛 於是乎就衝過去把這個烏克蘭的國旗搶回來之後 這位平民揮舞著烏克蘭國旗 在從戰車前面衝容的這個離開 這樣的場面這樣的一個氣魄也震撼了非常多的一個人 我們這個畫面再繼續播給大家看 這個大的螢幕上面我們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 就是這個 這個是也是在Telegram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在赫爾松這個城市裡面呢 俄國的這個轟炸之後 他要用戰車技去佔領這個赫爾松 他的戰車進來呢 原先他們那個很多烏克蘭的在地的居民呢 就跟他們就已經對視起來了 那其中有一個他就拿著這個烏克蘭的國旗呢 就開始表示自己反對的立場 你看這是另外一個角度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站上了這個戰車了 他爬到了戰車上面去耶 然後這個是不同的角度所拍攝下來的 你他站在戰車上面說這個光榮的這個烏克蘭 然後榮耀的烏克蘭英雄他還跑下來 你看跑下來之後呢 這個被拍攝下來之後送到了 Telegram跟IG上面 因為這一次非常多用手機 或是用這個不同的方式所 民眾所現場拍下來的影片呢 就這樣子震撼人心喔 那也有這個CNN的這個報道裡面有看到 他們居然戰車上也有人去攻擊這些抗議的 你看這個畫面多麼令人震驚啊 是不是 這個就是在俄羅斯的戰車上面 這個烏克蘭人們他們所表現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愛國的這個情操 而且還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議喔 那就是這個情形之下 使得烏克蘭今天已經打到第十二天了 打到第十二天內 原先他是要四天之內 就想宣布勝利 那就在這個同時裡面 除了這個故事之外呢 我們還看到了他們的逃難朝 已經有一百五十萬人 從哪邊界逃到了波蘭 在逃到波蘭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有非常的圖 多的圖片顯示出波蘭人到目前為止至少要請教米鳳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則消息是波蘭人生氣來了那麼多難民 沒有一則 完全沒有 然後還有波蘭的這個鋼琴家 波蘭大家都知道他們有一個舉世文明的蕭邦 然後呢這個在街上他拿了鋼琴在這個難民的跑到波蘭的非常的心力交瘁的情況之下 他彈琴給這些烏克蘭的難民們聽 同時呢我們也知道了這個很多的那個小朋友 有一種列車火車它是都是小朋友跟爸爸媽媽一起坐的列車 直接從烏克蘭就開到了波蘭 那有一張圖片是在波蘭的火車站前面呢 排了一碟娃娃車 那娃娃車是波蘭的媽媽提供的耶 你是不是讓人覺得非常的這個雞皮疙瘩都起來的感動呢 而且這是波蘭他不但沒有抱怨這個什麼難民朝過來 他還有很多機會都是借著波蘭的管道去幫助烏克蘭 譬如說布林肯也是到波蘭去這個靠近這個 在邊界的時候跟烏克蘭外長見面 這個有一個什麼這個米其林的主廚也是在波蘭的這個災區的邊緣 然後開始煮飯給這些烏克蘭難民吃 所以烏克蘭從頭到尾 他就是發揮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援助鄰居的角色 他從來不抱怨說這個烏克蘭鄰居有幫他惹很多麻煩 麻煩有很多烏克蘭的這個這個所謂的難民過癌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波蘭這個次雖然沒有參戰 但是他們提供的援助 還有這些邊境上面的一些幫助 還有這個過程 我就是覺得這個波蘭其實也是蠻蠻偉大 我覺得他們就是有一種這個也是危機感 因為他們被俄國荼毒 對 而且那個澤倫斯基也講過了 俄羅斯野心不會只有烏克蘭而已 可能也會包括波蘭等等 那什麼事 有話跟不錯 acho方作詞 我們來